熱情口號融化低溫 大年初五 上午九點鐘 此季內湖環保奏藝站 已經集結了大批志工 準備出車做環保 其實我們每天都在做 對 我們內湖環保站每天都有 一步 兩步 三步 總共六部車浩浩蕩蕩出門去 志工來了七十多位 出了六部車 因為今天有些定點 也需要有打電話過來 需要來回收 而在逆湖環保奏藝站裡頭 留守的慈激志工 王璐的雙手從沒挺過 在我後方 這些用書本和紙張 堆出來像小山丘一樣的量 其實只是民眾在過年 還有寒假期間 短短一個多月就清出來的 資源回收量 不只量多 還得一張一張的分類 像這個 它上面有膠 在我們紙漿的時候 要農紙漿的時候 它這個沒有辦法去農解 所以說我們必須要用一張一張的絲 放眼望去 好幾位長者志工 彎著腰處理這種費神耗食的工作 而且還是清晨六點就來報到 推著推車滿載瓶瓶罐罐 耗體力更要處處留心 而且注意都是鐵的硬的 今天不能 我們都流汗了 很開心啊 是歡喜的心情更是堅定的願力 全年無休愛護這一片土地 大衣新聞 楊韻祺 梁家明台北報導 而笑出活力在高雄 要用二種刀的 兩種刀的